接著想說另一條公式叫Cosine Formula 先回顧這兩個個案 如果這兩個案件用Sine Formula 我可以找到一個角度,找到哪個角度 你們看看 你會找到Sine 75度 over BC 應該等於Sine A B C over 12 你看到一條式裡面有兩個未知數 原來這個情況之下,即是兩邊加角角 我們沒有辦法找到,用Sine Formula找到邊場角度 這個更差 給你三條邊場,都沒有角度 那怎樣找Sine Formula,用Sine Formula Sine Formula要知道其中一對東西 即是一個角加一條邊 和一個角加一條邊 我們才有辦法用Sine Formula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就會用Cosine Formula 那下面呢,這裏呢,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它在用那些不時定理 加一些白痴Cosine 即是FORMV學的白痴Cosine 其實已經可以Prove到Cosine Formula出來 那阿Sir就跟你GoFU個Prove 那阿Sir就直接教你用了 這一個就是Cosine Formula 那阿Sir就要教你怎樣背了 譬如我用A二次行頭的 那就是A二次先 A二次等於兩條邊 旁邊的兩條邊二次 B二次加C二次 再減2BCcos角A就可以了 那你試下,如果B二次那怎麼辦呢 按住條式 就是A二次加C二次 減2ACcos薄大波 行不行 那Cosine Formula在什麼情況用的呢 就是在下面這兩條情況用的 兩條邊加一隻甲角 或者知道三條邊長的時候 就可以用Cosine Formula 那做幾條是三毛給大家看 那現在找X 那首先寫 X二次就等於12二次加16二次 減2乘12乘16 cos65度 所以X就會等於 按一下計數機先 那你就會找到 X就等於15.4 15.4CN 那這樣隔離了 又是啦 你找X了 X二次就等於11二次加7二次 減2乘11乘7 cos136度 所以X就會等於 16.8CN 慢慢的按 記得按了右手邊 跟著才按開方角的按鈕 你就會找到這個答案 那做多兩條找角度給你看 那本書呢 特意將條式呢 特意叫你背這條式 那首先 cosine Formula 是這樣的 sorry 那cosine Formula 呢 那 呢 呢 呢